如果施法是公明的 那傳訊樓就傳訊樓 每天看call in節目都覺得奇怪 我好像快要被抓去關了 傳出說彭政生已經轉做污點證 會不會擔心他的反揚力 我從頭到尾態度都已是 所有的資料全部上網公開 看大家哪裡有問題 我們再來回答 不要在議員每天在那裡作秀 新華城案可能下一個約談的就是您 那您現在對於這個彭政生 現在被限制出地出好評判 新華城這個 第一點喔 台北市長不會針對單一個案去下職老期 或是去干預 這反而會出問題 彭政生被限制出境 我覺得蠻奇怪 他也是做一個大會的主持人 這個也要裡面每個委員都同意 這案子才會去國 所以他也是主持會議的人 這也沒有什麼 所以我是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要被限制出境 對於對我來講是這樣 如果施法是公平的 那傳訊樓就傳訊樓 趕快把這事情釐清掉 每天看call in節目都覺得奇怪 我好像快要被抓去關了 唉 還講什麼八月生日那天要怎樣 每天讓媒體名嘴 會聲會影 到現在也不曉得查到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是這樣 那個什麼三大案 要問就趕快來問 趕快大家不要讓整個社會 每天這樣 在為了 台灣社會有很多要做的事想 每天在為了這種小事 在正式不幹 專門幹這個 這不太好 主席 那蔡壁吾也有批評說 這個金華城的公文沒有黃先生的名字 他覺得他在迴避 這個齁 這個就真的無來黃先生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好幾個副市長 每個人監管的業務不一樣 這個建築啦 這些工程 這個是彭陣生副市長管的 你要是說什麼那個 教育局啦 或是說社會局 或是說文化局 就在黃珊珊這邊管 所以 所以 本來啦 金華城所有公文 如果真的出現黃珊珊的印章 才是有問題 因為那本來就不是她監管的業務 傳出說彭陣生已經轉做污點陣 會不會擔心她的反養力 離開這個 台北市政府之前 台北市政府公文 99.85已經是電子公文了 這種電子化 我覺得最大的好處就是 事後要查證都很容易 不會出現什麼公文 失件少掉一件 所以我從頭到尾態度都一次 把所有的資料 最好就用電子的方式 全部上網公開 看大家哪裡有問題 把他記下來 我們再來回答 不要在議員每天在那裡作秀 這個實在是 你問的話就真的是在作秀 大家好我是黃光晴 歡迎每週一到每週三的 中午12點到1點鐘 準時鎖定會流新聞網 YouTube頻道 和我們一起 中午來開會 中午来開會 秋名 中午 六星 中午 почти假裝 》